道德第一单元 齐来遵循宗教教育 我们来看第五页 看图讲故事 一起来说说自己在日常生活中 实践宗教信仰教育的经验 好处以及感受 我们来看这一边第一张图 午餐时间到了 我们先吃午餐吧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现在正在 遵循着他们的宗教教育 他们正在一起合力的 分工合作的去布置 然后他们在吃午餐的时候呢 他们也有进行餐前祷告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不同民族的人 他们都有他们自己各自的 餐前祷告的仪式 OK第三 我们布置了八个小时很累呀 不如明天再继续布置吧 五天后就是全国花车游行比赛 我们绝对不可以松懈 大家继续布置吧 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突然间有了一些争取 OK 因为有些人可能已经很累了 然后呢 另外一个人就说 我们需要 赶紧的完成这个花车 然后最后有位女同学就说 如果我们拼命做事 让身体过于操劳 将会影响健康 宗教教育教导我们 凡事应该量力而为 那么这位同学呢 过后他才想起说 哦 宗教教育也是有教导我们 要量力而为 不要过度的去操劳 因为过度的操劳呢 也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 当你的身体的影响被健康 被影响到的时候呢 那么其实你也很难的 会能够继续的去完成 以后你想要完成的事情 那么其实他们还有五天的时间 他们还可以 有很多个小时去完成这个花车 那么其实我们来看这一张图片 其实他们可能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 所以如果 节省如果不遵行 任意而为的教育 他可能会有什么后果呢 他可能就会导致 可能当中有人生病了 因为太操劳的关系 导致有人生病 那么有人生病了 就表示说他可能不能够继续的完成 这个花车游行的工作 那么就可能从中就少了一个人力 就少了一个人去帮忙了 所以他可能没有想到 有这样子的一个后果 那么其实多人帮忙好过 更少人的去帮忙 OK 健康的去完成一件事情 好过你撑着病体去完成 一件事情 所以这就是量力而为 所带来的一些好处 OK 我们要懂得去衡量自己的体力 然后去完成一件事情 不要硬拖着自己的身体 去完成事情 那么就有一些人 他们可能就是硬撑着自己的身体 去完成一些事情 但是最后呢 身体拖垮了 反而对整件事情没有帮助 还有可能连累到你的家人 以及朋友 去帮助你的 所以呢 遵循宗教信仰的交易 能够塑造我们优良的品格 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 然后也能够促进国家的和谐 那么 从这个故事里面 除了要量力而为呢 我们还可以学习到 我们要如何的与人家 和平的去沟通 OK 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不止有乱力而为的教义 产生在这个故事里面 他也有 比如和睦相处 比如优良的沟通 OK 都有在这个 故事里面 都有这个 宗教的教义 OK 所以我们都要实时的提醒我们自己遵行各种 宗教的教义 以塑造我们优良的品格 然后 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并且促进国家的 发展与和谐 因为呢 如果你身体不健康了 比如说你是一个优秀的人 可是你身体不健康了 那么导致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 比如说 如果你是一个组长 OK 但是你突然间身体虚弱了 那么请问 谁能够带领这个组 组员呢 比如说今天你是首相 OK 首相突然间 在领导国家的过程中 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 OK 突然间首相倒下了 或者突然间首相去世了 也有可能会导致整个国家的管理出现一些问题 然后有一些事情可能变成需要人代劳 然后会有一些麻烦事会跑出来 OK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到的 好 今天你们要做练习 是 你们今天不用模拟表演一下情况 但老师要你们所做的是 你们要根据情况 然后说出里面的宗教教育 然后如果不遵行宗教教育的后果 以及遵行宗教教育的好处 然后实践后的感受 那么现在老师给你们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就是情况A OK 这边呢有一个有两支福利 他们正在做走私办法的活动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的宗教教育应该是要遵守律法 OK 如果你不遵守这个律法 如果你不遵守 要好好的去做这个进口 以及出口的这个 Permit 还有这个license 你会破坏国家的经济 因为他这个东西其实是要报税的 OK 但是他因为他走私 他不需要报税 他如果没有报税 他就会破坏国家的经济 国家的经济没有办法好好的运转 OK 如果你有遵行这个国家教育 这个宗教教育呢 那么你就可以促进国家的经济 国家的经济有被好好的促进到 我们的国家才能够发展 我们的国家才有资金去完成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国家才能够去帮助我们穷困的人 我们的国家才有资金去做教育 OK 去发展教育 发展相处等等的一些系列的活动 OK 这是一些关系很大的事情 还有发展这些道路啊 我们城市的道路全部都是需要金钱的 这些都是需要国家经济够稳定 我们才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 比如说现在COVID-19 OK 那么COVID-19也是需要经济上的支持 我们才能够政府才能够发放这些援助金 给一些贫穿的人士他们去买这些日常用品等等的事情 这些东西不要看见是一件小小的事情 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做这样子的一些事情 它对我们国家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 那么实践后的感受如果你遵守这个律法呢 我们的感受是我们可以活得心安理的 OK 我们的心里是有平安的 OK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B OK 我住在安全的国家 表示说他们这个国家呢是非常安全 然后没有贼呀等等的事情呀 或者偷窥的事情呀 就是说他们有遵守律法咯 有遵守律法 然后社会呢 如果你不遵循社会 不遵循这个宗教教育的后果 就是社会的秩序会很紊乱 OK 社会秩序紊乱了 可能你整天都会活在惶恐的心态里面 你会很害怕 哎哟 我的屋子什么时候会进贼呀 怎样怎样子的 那么同样的你可能 每一天你都活在不舒服的情况下 OK 如果你遵循宗教教育的好处呢 那么人民就可以安居乐业 很舒服的活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 如果你实践后 实现这个遵守律法的感受呢 OK 你会感到很荣幸 你是一个遵守律法的一个子民 很荣幸成为一个遵守律法的人民 那么接下来你们 你们就是要做这个情况C 情况D 情况E和F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情况C 情况C呢 就是一群狐狸在非法剧毒 OK 他们在非法剧毒 宗教教育呢 是什么呢 跟这个情况A跟B是很相似的 OK 都是属于遵守律法的这个宗教教育 那么不遵循这个律法的后果 不遵循这个剧毒的后果 不遵循这个非法剧毒的后果是什么呢 不遵循这个律法的后果是什么呢 我们要根据这个情况来做 OK 根据这个情况 虽然说他的宗教教育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不能够完全的去抄这个情况A 跟情况B的后果以及好处 不能够 OK 所以你要自己想出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你自己的答案 OK 不要浪用药物 可以浪用药物除了是 要遵守律法的宗教教育 它也可以是 洁生自爱的宗教教育 就看你是要写在哪一个方面 OK 所以一个情况里面不一定只有一种宗教教育 比如说这个剧毒 也有可能 你要遵守宗教教育是 遵循律法 也有可能你可以说是 洁生自爱 OK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答案 没有一个答案是 真的是100%是对的 所以他一个情况里面 他可能有不同的宗教教育 这样就可以靠你自己的头脑去思考了 然后你不遵守这个宗教教育的后果是什么 如果你遵循了这个教育的好处是什么呢 时间后的感受是什么 等一下你们要写在PM本里面 你们的不值当中 我们来看这个E 宗教教育 OK 这边 这边情况E的这个宗教教育 非常的明显 OK 谢谢你们的帮助 那么到底是什么呢 OK 好 F也是非常明显 国庆快乐 到底他的宗教教育是什么呢 非常的明显 所以老师也不要给你们太多的tipsy OK 所以今天你们的功课就是 把情况C、D、E和F的宗教教育 还有如果不遵循的后果 还有遵循教育的好处 以及实现他的感受 全部写在PM本里面 OK 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思想 OK Thank you for watching 谢谢大家的收看